嗨,大家好,我是豪夜 这集我将会讲解大家所票选出来的主题 关于习惯行为 想要改变习惯或者拥有一个好习惯 首先我们要先去了解它 今天你将会学到 关于习惯到底对你有什么影响 以及习惯是怎样产生的 豪夜将会引用The Power of Habit这本书 你关于习惯圈的模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训练过狗狗 让他做一个指定的动作 比如握手,坐着,或者趴着 豪夜的朋友有一只狗狗 每当任何人把手移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把他的手提起来 想要和你握手 让豪夜非常的惊讶 到底是怎样把他训练成这样的 因为那只狗并不是智商高的品种 像Husky之类的 而是豪夜的朋友遇到了流浪狗 然后把他抱回来养的 他告诉豪夜训练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每次要开饭的时候 先跟他的手提起来握一握 然后再给他吃 同样的,想要抚摸他之前 也先提起他的手握一握 时间久了,狗狗就会学会握手这门技巧 只要你把手移到他面前 他自然就会提起他的手想要和你握手 因为在他的想法里 他知道只要握一握手 就会得到一些好处 这看似简单的训狗术 其实和我们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人和狗狗一样 都被一个东西控制着 没错,他就是习惯 我们先来看看 这只狗狗的握手习惯模型 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首先,一开始有了一个线索 或者提示 它可以来自任何形式 它可以是一个物件 一个动作 声音 味道 某个时间 或者某种情绪 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 这个线索只有一个功能 它告诉你的大脑 现在你应该要开始你的习惯了 在狗狗的例子里 我们移到他面前的手 就是他的线索 习惯模型的第二步 惯例程式 惯例程式是你得到线索后 会做的真实行动 就像这只狗狗看到你的手 得到线索以后 它就会把他的手也提上来 放在你的手掌上 和你握手 这整个握手动作 就是习惯模型的惯例程式 到了最后一步 奖励 奖励和线索一样 它可以来自任何形式 对于每个人来说 想要得到的奖励都不一样 不过通常都倾向于得到满足感 像狗狗的例子里 只要握手过后 就会得到抚摸 或者食物的奖励 再来看看我们人 平时的习惯模型 每次当你在工作 或者上学 一得空 感到无聊 或者很闷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会上网去刷一刷面子书 或者IG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习惯模型例子 第一步 感到无聊 很闷 那就是你的线索 然后线索告诉你 是时候打开手机 按一下Facebook蓝色的应用程式 打开面子书 然后开始刷一刷 点一下赞 或者给一给留言 这整个过程 就是你的惯例程式 再来下一步 看到别人的照片 点赞 留言 或者得到别人的回复 让你感到很有满足感 去掉了无聊的感觉 这就是你的奖励 在一个习惯圈里 奖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奖励给你得到足够的满足感的话 它就会深刻的告诉你的大脑 如果发现这个线索 我们就做这个惯例程式 然后就会得到很好的奖励 所以当下一次线索出现的时候 大脑就会跟你讲 看 来了来了 又是那个线索 我们来做这个惯例程式 然后就会得到好好的奖励哦 如果每一次你的行为 都得到奖励的话 这个循环会越来越强大 一直到你不再需要去思考 应该要怎么做 就自然而然的进行惯例程式 这个时候习惯圈就正式形成了 就像只要我一伸出手 狗狗就会自动心的 把他的手提起来和我握手 只要一得空 没有东西做的时候 我就会打开面子书刷一刷一样 当习惯形成后 就算后来得到了奖励 满足感减弱了 我们还是一样 会去执行惯例程式 这就是习惯的力量 就算你和你的狗狗握手之后 不再给他吃的 下一次他依然会伸出手来 就算面子书不再满足你了 每当无聊的时候 你还是会按一按电话 刷一刷 习惯和上瘾行为 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 就像那些烟瘾者 酒瘾者 或者手瘾人士 要戒掉这些瘾 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未来能不能有所成就 还是鲁蛇人生 一切都起觉于你自身的习惯 谢谢大家的观赏 点赞和订阅好业 下一集我将会教大家 怎样有效地把你的不良习惯 转变成你的最强习惯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